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还在追 事发从2月14号当天到现在 已经整整10天了 但是怎么真相反而是越查越模糊呢 当中到底暗藏了哪一些猫腻 是被盖在一块布下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陆船只 翻覆两死的意外 现在因为一切的疑点 政府说了一句没有录影 大家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持续的厘清一下 现在的疑点有哪一些 到底为什么一开始 这个海巡署的说法是对方蛇行 因此翻覆把大家好像倒向了 是对方自己不慎翻覆这样的感觉 结果要到了20号才开记者会 暗示有碰撞 但是呢大家现在说 政府的说法反覆是要自保 所以后来呢 海委会主委管并林 才终于愿意承认这件事 是有发生碰撞的 谁撞谁不知道 但是至少已经翻了 先前政府的第一时间说法 还有1.2是 四位海巡执法人员 没有带密露器 那理当要惩罚的啊 因为你完全没有遵照 SOP来走那为什么到现在政府是不敢处罚 因为一旦处分了这四个人他们会回过头来反咬政府会出面爆料 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很困惑怀疑难道真的没有录像吗 还是有录但是政府宁可别拿出来 因为一旦拿出来事情反而会东窗事发 我们就来看这个亮哥他怎么说 他说啦海巡其实有一个SOP是在距离400公尺处就要开始录影 所以他个人的感觉是应该是有录的 但是公布了这段录像结果会更糟 所以政府现在宁可就采取一个应该说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公布好了 干脆直接讲说直接承认我们就是没有录影 那至少大家骂我们只会骂没有录影这件事 但是呢录影内容就干脆真相让他一直被掩藏 因为一旦公开骂得更惨了 所以呢那好既然现在看似这个影像我们追不到 那总有其他的物证是可以提出来了 我们来听专家继续怎么说 现在没有物证没有录影带也没有船体分析报告 甚至连遗体的这个解剖报告也都没有 现在唯一大家可以逼出来的应该是雷达航机图 因为这是只要船只就一定会有的 海巡署那边一定有这项东西 但是现在也没有公布 记得吗这个记者会上只公布了示意图 而且这示意图还是人为事后首会的 所以呢亮哥在问 执法人员的枪支到底有没有被检查 现在当时执法的过程有没有开枪也是一个疑点 否则对方干嘛要蛇行逃跑 再来继续关心到这个好民进党现在说啊 对方就是一个三无传之 对方违法在先 那历来政府不管是蓝绿 依法驱离非法取缔 就是一个惯例必要例行的SOP 这也是两岸之间的共识 这也是一个避重就轻的说法 因为你正当执法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你毕竟执法的结果是演变成 翻船还酿出了两死两条人命 你难道不应该交代清楚整个事发的经过 对方其实要的也只是一个真相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政府拿不出来 谢寒冰他也说了 请政府赶快公布你的雷达航机图 因为这是一个确切的事实 就摆在那边是无从去更改的 它可以显示每个时间点你的船只位在哪里 那到底为什么现在民进党 可能不敢公布这些明明应该要有的市政 他也分析了 可能当时有一个可能性是 海巡人员认为对方是一艘走私船 所以想要登船检查 那他的研判是 你一旦查到走私 你其实是有这个 等于说你有功啦 是可以报什么 例如加奖或者是有什么奖金可以拿的 但是呢 就是认为一旦查到走私 有可能是走私 所以他形容海巡反而当时对方越跑 他越兴奋 越想要立刻追上前登船检查 但没想到事后他们误判了可能真的就是一艘单纯的三五渔船 所以呢事后赶快把这些记录全部都给删掉 李彦秋就说啦 他那天有听到陈建仁警告大家说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以额传额了 吓得他赶紧去翻阅所有这个新闻事件 结果发现里头所有的额都是政府自己造出来的 利维赖斯堡继续追到底密录器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给海巡人员 如果没有那要就责那如果有发为什么当时不开启呢 好现在有可能说因为这个密录器是因为中国大陆制造的所以不能使用吗 民国108年立法院就已经决议要配发给海巡人员密录器 但是隔年就被蔡政府以这些密录器是大陆制造恐怕危害国家安全而不准使用 结果现在灾祸来临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国安问题 时事评论员这个黄耀明就说 继续来带大家解析 这品尝我们都不知道的是专家来告诉我们 好原来这些海巡人员身上这个密录器上有个字样是V2HD 这款密录器他去查的确是产自于中国大陆 结果价格一看不得了发现一台不便宜 定价高达了6980元 小小的一台密录器 好那现在政府说要补破网 行政院是同意要共用第二预备金 总共是2000多万元 要来采购这个3000多具密录器 好平均每具的单价的确就是这个 他所查到的定价将将近7000块钱 那可见早就有这笔经费了 就是要拿来买密录器的 为什么当时没有买 现在才要来追加要来补破网呢 好政府太多的疑点 我们每天不断的持续帮大家追踪 发现当中大有猫腻 翻船造成两死真相未能厘清 现在更引发了两岸紧张 那国民党马祖立委陈雪生 他再爆一个料 说当时他曾经打电话给陆委会 来问对方需不需要自己来出面 担任两岸之间的调解人 毕竟金马的明代跟对岸之间的关系 没有这么紧张 可以当个润滑剂 但没想到陆委会不太愿意 他就呼吁中央是否可以授权 金马县长或者立委和对岸沟通 毕竟双方很熟 没有任何的敌意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金门跟马祖的立委 当然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 我不晓得该怎么讲话 帮大陆讲话还是帮台湾讲话 那么其实人死为大 我们海巡弟兄是非常辛苦的 我不忍 我不会去苛责我们的海巡弟兄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不管他白船什么船 他人死为大 我是觉得海委会也好 陆委会也好 我曾经有致电我们陆委会 是不是需要中间做个调人 做个润滑剂 但是他们都不是很愿意 你在这个时间点 在中国大陆民情沸腾 他们的民族主义出来 尤其两岸兵凶战委的时候 两边没有对话的情况之下 可以找金门的县长 马祖的县长 金门的立委 马祖的立委 我们跟对面很熟 很好 可以去沟通嘛 他们你看 派了三条的海间船 1500吨 非常大的船 距离我们南竿五海里的地方 非常接近 非常靠近 他们没有任何的动作 也就是说 可能他们在宣誓 但是没有其他的敌意 但是这样的话 继续下去的话 这个主权会有问题 陆委会 还有我们的海局 海委会 应该出面 是不是授权我们的金门马祖县政府 能够对对方去协处 去安抚这些民众 安抚这些民众 我们执法的过程 是不是有什么圈插 如果我们不对 我们就讲不对嘛 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 引起两岸的紧张关系啊 好 接下来看的是立委王鸿威 他也PO出了最新的文章 就质疑政府了 五年之前就已经承诺要编列灭路器 这些预算到底哪去了 难道过去这五年来 海巡执法是一直在违法吗 执法的过程当中真的没有录影吗 如果有录影那这些画面 到底到哪里去了 面对这些种种疑问 海委会主委管毕林指引 目前就是政府准备要 以第二预备金动用这些经费 来添购欠缺的密路器 这样的回答来转移问题 但是密路器真的不够用吗 我们就关心到 这个PO文当中提到了 前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他是在108年 接受了前立委的质询 当时他就回答说 海巡人员不管是执勤出海 身上都有安装密路器 而当时呢 这个前立委赵振宇他也提出了临时提案 建议说这个海巡署应该要研议配发 密路器给基层的海巡人员 当时的这些文件都有在上头的 但问题是结果今天政府说 拿不出录音也拿不出录影 不是证明海巡执法都一直在违法吗 那以此而论呢 海巡人员在执法时是应该有密路器录影存证的 如果密路器不足 那么当年108年之后 以这个海委会海巡署就要逐年编列 密路器预算 过去五年来编列的预算到底哪里去了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动用第二预备金呢 也不禁就让人质疑 到底是海委会李主委之前在备巡时扯谎 还是现在的海委会主管行政怠惰 或者是背后有更多的引擎是政府难以公布的呢 好继续来关心到 现在呢海巡就被质疑 从一开始第一时间就打算要隐匿 船只有碰撞的事实 台北市议员尤署惠就说 碰撞本身并不是太大问题 毕竟是一个执法的过程 但问题是你政府为什么要选择隐瞒 而且该有的密路器却没有 最瞎的是海巡在揭露事件发生的时间落差 当中差到一个小时之多 这时间轴之混乱 就质疑了海巡是不是本身的训练很差 就是有不能承认事实的难言之隐 好了碰撞也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第一时间你要隐匿这件事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说你没有影片 大家就觉得很瞎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海巡署已经说了 他们在外面执行都有密路器 就你现在说你没有 你来不及拿 因为要维持那个平衡 到底有没有影片 我也花一个问号 我高度认为应该有 我刚刚前面遇到一个民进党立委 我刚刚讲说 以我对公务人员了解 有啦 不知道录到什么不敢公布啦 可能他沿路给人家挑衅 给人家笑 说你们这些台状什么什么的 不知道 可是他没有办法公布 所以就干脆死撑到底 说没有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来不及 这是第二个 你没有影片 你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有的远景执法都有影片 何况都有密路器 何况你是海上执法 很容易涉及外国的这个走私 或是对岸的这个渔民 这时候你不是更应该保全证据吗 你怎么会海上执法人员 这么粗糙 第三个是什么 时间的落差 明明第一时间就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而且都有无线电的回报 所以几点几分发生什么事情 海巡署是一清二楚 为什么第一时间的新闻稿 跟实际发生事情的时间点 差了一个小时 12点50的是海巡署要公布是1点45 就是刻意把前面那段时间给 给miss掉了 好了 时间经过一个礼拜 海巡署都也没有更正啊 照今天才发现 对啦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忙着救人 所以搞错了 报告是后面事后写的 忙着救人是现场 对不对 你事后回来还弄错 不是越是慌乱越要有SOP吗 你怎么对方一给你追 你什么SOP都没有了 那你未来两岸之间 海上执法 层出不穷的状况 我们海巡署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 到底是海巡署的训练很差 还是这件事情确实有难言之意 只能宁可承认自己 也不能承认事实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d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用途律好事 有额外的折扣 就会参加于 一顿外的折扣 有额外的折扣 就会参加于 一顿外的折扣 你会参加于 一顿外的折扣 一顿外的折扣